大家好,我们继续语音解词,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汉语谷音和相关的汉词。 其实这个谷音和相关的汉词在我们老祖宗发明创造语言文字的时候,并没有这个音也没有这个字。 这个音和这个字呢是后来发展演变出来的,从某种程度上讲呢,就是离我们现在的时间很近的一个时期发展起来的。 那么这个谷音是怎么来的呢?实际上它是由两个音串合而成。 那么就是跌和阿两个音,放到了一起,读的速度快一点,就成了跌阿,跌。 那么这个字呢,也跟这个音呢,这个跌字呢有关系。 那么我们现在呢,一共有两个加音,一个呢是口子旁加跌,一个是女子旁加跌。 那么这个就从某种程度上就讲它是跟跌是有关系的。 那么这个音呢是怎么串合到一起了呢? 那自然有点不。 实际上呢,我们汉语啊,这个音和字啊,好多就是这么串合在一起,出了新音和新字。 啊,新的含义。 那么从目中程度上讲,我们跌音啊,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语言文字演变过程的一个所有。 那么这个跌和阿怎么串一起了呢? 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现象啊,或者说是一个故事。 啊,从某种程度上讲,也可以说是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在发生的事情。 那么就是通过这类事情演变出来。 那么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某一个时期啊, 那么有一个或几个强人啊,战身为王或者恒行相礼。 啊,欺压百姓啊,呃,又偷又强又骗甚至又杀啊。 呃,因为什么呢? 因为他们强壮啊,力量强大。 啊,欺负人,呃,强迫人,呃,不讲道理。 啊,呃,相信一种物净天则,逝者胜存。 啊,呃,谁的拳头大,呃,谁就是老大,啊。 啊,这个成者为王,败之寇啊。 啊,谁能力强啊,就要听谁的。 啊,从某种种种到,不懂道理嘛。 那么对这种人呢,或者这些人呢,这个势力啊。 那一般的,善良本分的人呢,没办法。 打又打不过,争又争不过。 那只好呢,忍气吞声。 哈哈,那久了呢,那自然有人看不惯。 那么就有人啊,路见不平,哈哈,打包不平啊。 那么有更强壮,势力更大的人,或者一些人出面。 啊,进山剿匪啊,哈哈,或者是跟这个地匹流氓啊, 呃,面对面的啊,针锋相对。 那么最终呢,啊,这些强人啊。 不讲道理的人,横生相离的这个土匪恶霸, 那就被打败了。 那么打败了呢,那善良,呵呵。 呃,柔弱的百姓呢,那自然,那就,要算旧账啊。 以前,呃,吃过苦的速苦啊。 吃过苦的,呃,呃,贼头。 那么,在这种情况下啊。 嘿嘿,这个强人啊,强盗啊,或者是土匪啊。 呃,没办法。 啊,败了嘛。 那么就,呵呵,被逼无奈啊,承认自己的过错。 啊,承认自己的罪行。 那么要惩罚啊,那一看惩罚也,呵呵,还不起。 那怎么办呢,就开始耍油了啊。 啊,怎么办呢,就。 用这个,呵呵,不要脸的语言行为啊。 去,呃,这个,让别人啊,对自己的过往那个罪行啊。 呃,赦免啊,既往不咎。 那么通常情况下,你承认错了啊。 又说的软,也就散了。 但是由于啊,犯的这个罪行啊,错误实在太大。 大家不依不饶。 那到了最后,实在是没办法了。 就,呵呵,喊出了,呵呵,令人不耻的这个,呵呵。 呃,这个,口号也好啊,语言也好。 就是,爹呀,你饶了我吧。 那么这个,战胜这个强盗土匪,强人的,人,或者这帮人呢,一看又,都到这个份上了。 都叫爹了,哎呀,实在是,呃,不忍了,哎,人也不过如此。 就是说,有一种呢,于心不忍,啊,感觉就是可能,呃,这个过度啊,一种这个自责。 因为什么,毕竟你看,嗯,呵呵,把人逼到喊别人当爹的份上了。 啊,那往往在这个时候呢,这个心会柔软,会放一麻,啊,当然了,会,啊,嗯,你承认错了,那就既往不久了。 啊,如果再犯,啊,二对并罚,啊,或者是心脏,老壮,啊,一起散。 那么,呵呵,是啊,你说一个人,真的,他就是不耻了,你没办法,呃,用我们尽量吧,就认怂,啊,认软,而复输,啊,嗯,并且呢,用的这个,呃,语言啊,和表现出来的行为呢,叫人不耻,啊,要是,那个,呵呵,激起了善良的人们的同情心,啊,放过他一麻。 那么后来呢,大家就发现,啊,嗯,软,认怂,啊,可以化解事情,啊,有人呢,就通过这种,明,明,就是,这就是,形成了一个这个窍门了,啊,就占别人的便宜,啊,叫人家逮的不行了,就认怂,啊,你反正我占便宜了,啊,通过这种投机取脚的方法,那么就,嗯,继续做这种无耻,啊,不要脸的行为, 那么,这是一个演变方向,那么还有一个呢,就是,大家觉得,这个样的人,真是不要脸,有一个贬低,小瞧,啊,壁式的成本在里头,那么,所以呢,呵呵,就一个字呢,是口爹,啊,口喊别人做爹, 当然了,哎呀,还有看爷爷的呢,爷爷,你饶了我吧,甚至于还有韩祖宗的,哎呀,你是我的祖宗啊,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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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那就熊了,嘿嘿,你是我的祖宗,啊,就,讨饶嘛,啊,其实还是为了占便宜嘛,那么,当然,这种行为呢,呵呵,今天啊,一般男人都,不屑去做, 毕竟七尺男儿,五尺男儿,八尺男儿,你说这种事情,也确确实实,你让人感觉,不齿,啊,那这么多的人呢,也有,那实在没办法,那自己也觉得,觉得自己无耻,啊, 那么,这是说做男人不应该能吗,那么,有的人,啊,就觉得,哎呀,那么弱小的,那就这个样子,所以通常情况下呢,女人会,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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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是表现的呃,说白了就是杂交嘛,杂交呢,往往,嘿嘿,能够唤起雄性的英雄救美啊,英雄爱美的这种情绪,所以呢,这个,女士啊,呢,从中呢,能够有一些好处。 所以呢,对女人来讲嘛,弱小嘛,力量小,那么对这个事情呢,大家也不去追究,也不是说贬的意思了,没有贬的意思,一个女人表现出柔弱,值得同情,值得帮助,那么有的人呢,就吃到了甜头嘛,那就会经常这么做, 实际上从某种种的那样,演变出来的所有一种氛围,或者是,那也是文化的一种吧,说一种文化,那么后来呢,再发展呢,大家就觉得有,这不管是男人女人,这么去做的,总有点就有人觉得不合适,那么当然了,这个女性啊,这方面做的比较多,那么有人就演变出来,那么女人夹气,那代表什么呢, 啊,代表她美,啊,因为什么美女嘛,啊,大家都爱美之心嘛,啊,英雄爱美人嘛,啊,那么就女人呆啊,就有这个女,女子旁的呆,就代表呢,这个女人美,啊,漂亮,啊,苗雕,等等,那么有这么一个演变的方向,嗯,当然了,那么,这个呢,呃,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,以前的跟别人的朋友分享过,别人, 别人的朋友跟我讲,你啊,就是胡编乱道啊,这种事情,我说,这就是一个缩影,实际上我们汉语啊,这个语言和文字,就是这么穿插,啊,从一个音,一个字,啊,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,这就是,嗯,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嘛,这就是我们中华语言文字演化的一个缩影嘛, 其实呢,哎,你怎么认为都可以,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件事情,也多在,还在经常发生,你,我打一个比方,要说现在一个网络语言,啊,酱子,酱,面酱的酱,酱子,酱子呢,两个音,两个字,那,其实酱子是什么呢,大家,嘿嘿,现在都知道, 实际上呢,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话,这样子,啊,的一个缩影,这也是穿上,这样,那么就演变成酱,啊,那么,嘿嘿,这一个,呃,说,就说是从广东话,粤语里面,因为广东人讲话快嘛,啊,所以把两个音线拉到一起了去了,那么就成了酱子,啊,酱子就是这样子,啊,和这个,嗲啊,嗲啊,实际上是一样的, 那么,当然,有的朋友不但诚,不但诚,无所谓,呃,慢慢的呢,我们会从这当中呢,品出我们,这个,中华文化,啊,这个,语言文字,啊,它就是这么发展的,嗯,这不可否认,像我们现在有好多网络语言,好多这个新的词,都是这么演变的,用的人多了,嘿嘿,那自然而然呢,呃,就会流传下去, 好,那么关于加音和相关的汉字呢,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,谢谢大家